据观察中网报道称 柬埔寨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 柬埔寨国防部傅大臣等军方领导人 试查了柬埔寨皇家陆军炮兵指挥部 新进获得一系列新型炮兵系统 这些装备包括中国北方工业生产的 SH-1型155毫米52倍镜轮式自行火炮 90B型122毫米轮式自行火箭炮和AR-2型远程火箭炮 除了炮兵以外 柬埔寨皇家陆军还采购了配套的 外山系列装填车 闪气系列卡车和东风猛式装甲车 柬埔寨军方没有通报获得的火炮数量 但当地媒体柬埔寨快报5月28日报道成 柬埔寨陆军至少采购了60门SH-1型自行火炮 和12门AR-2护舰炮 在完成本轮更新以后 柬埔寨炮兵将成为东南亚诸国中 一支相对现代化的力量 此前当地时间5月26日 陆续有当地民众拍摄到 包括SH-1型自行火炮 在内的炮兵装备抵达间部站 除了自行加流炮外 还有至少六门AR-2型远程火箭炮 和四辆配套的弹药装填车抵达盖杠 SH-1型155毫米52倍口径轮式自行火炮 是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 针对国际市场研制的一种 轮式自行火炮系统 于2007年在阿普扎比国际武器展上首次公开亮相 SH-1型火箭炮的主要武器 为一门155毫米深管 52倍口径的榴弹炮 可搭载20发炮弹 发射北方工业总公司生产的 各型155毫米口径弹药或北约弹药 该型火炮在发射火箭助推增程弹 射程达到53公里 在发射几匹155系列制导弹药时 射程可达35公里以上 该型火炮此前出口给了缅甸 老沃 卢旺达等国 R20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 针对国际市场研制的一种 远程火箭炮系统 可视作是我国PH-03火箭炮的外貌版本 此前该型火箭炮出口给了 埃塞俄比亚等国 该型火箭炮 也是东南亚当下最强大的远程炮兵力量 柬埔寨的炮兵力量此前十分落后 其炮兵力量为战争期间 遗留下来的老式苏式火炮 包括BM-214型火炮 D20式架流炮 乃至CIS-3型76毫米架农炮 即至到2020年 柬埔寨陆军还有服役中的CIS-3火炮 在本轮唤星之前 柬埔寨陆军仅获得了一部分 960122毫米牵引榴弹炮 与之相对应的 泰国皇家陆军在本世纪完成了一轮炮兵唤星 泰国皇家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目前50门52背径 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 包括44门 泰亿联合研制的ATMOS-2000自行火炮 以及6门法国制造的凯撒自行火炮 除此之外 泰国还拥有90余门 加拿大制造的GC45型45背径 155毫米自行火炮 10旅行火炮 4毫米自行火炮 1630 Warren 197≡